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聊乌克兰吧 聊什么呢?聊赫尔松 赫尔松昨天就是在靠近尼古拉夫那个方向 军队有所进展,进占了一个村子 就是去占领化的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呢,叫做赛基利夫卡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村子专门给朋友们说一下呢? 因为这个村子它比较有个性 什么个性呢?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少人口,多大 它人口特别的少,三千人 那个村子占地面积不大,才三平方公里 当然,比我原来出生的那个村子 人要多得多,面积大得多,我那个村子才五百人嘛 而就这个基塞利夫卡个性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啊,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前吧 那个地方驻守的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 跟他们的都军,就是后面的都战队,车臣人之间出现了火拼 死了五十多人,就是自己打自己 这是怎么打起来的呢?就是因为 布里亚特人啊,抢了一些 赫尔村老百姓的东西,车臣人想要,布里亚特人不给 完了,双方就打了起来 布里亚特人说,这些车臣人 待遇比我们好,装备比我们好,工资比我们高,好像是 普通的那个 俄罗斯其他地方人的 两三倍的工资 你们又不在前线打 完了,还跟我们抢东西,反正就是 闹得这出丑剧,非常的具有娱乐性 以后可能乌克兰人会把这出丑剧啊 会搬上荧幕,以后我们就 好好的看吧,这是第一个 这个个性 另外就是,基塞利夫卡这座城市 它距离赫尔村,中间呢,就隔着 另外一个,稍微大一些的 可以把它叫做小镇吧 那个小镇呢,叫做车尔诺拜夫卡 乌克兰人以后夺下车尔诺拜夫卡之后 马上就到了赫尔村的城下 不过呢,我希望这个进程慢一些 别让我来不及,给大家说 另外就是,乌克兰士兵也不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就是 夺阵地去,我觉得没必要 你就在那儿困着,把后勤给他弄掉 让他们心慌,让他们内部打起来 就是在基塞利夫卡这个村子 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前不久,两三天以前 传出来 就是说,这地方的驻军啊,他已经找不到 他们的上级领导了 他呢,能找的上级领导就是乌克兰军队 他们跟乌克兰军队接触,投降 我估计,多天呢,乌克兰人进入基塞利夫卡 把乌克兰国旗插到基塞利夫卡 这个村的主要的建筑物,上面的 这个时间点之前啊,可能就是已经达成了协议 当地的驻军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 到后面去吃香喝辣,踢足球去了 这是给朋友们聊的,赫尔村的基塞利夫卡 另外,我们再聊一聊,赫尔村敌战区老百姓的一些抵抗吧 老百姓也在抵抗,怎么抵抗呢? 就是把敌人的宣传海报全部给撕掉 把敌人的什么,新建的什么,这个那个呢 能破油漆就破油漆 然后到处在树枝上啊,树林里啊,到人们的篱笆上啊 就把那个黄色跟蓝色相间的那个丝带 然后呢,就是贴各种各样的标语 然后呢,就散发各种各样的反俄传单了吧 然后呢,再就是艺术家们涂鸦 就是丑化俄罗斯 然后呢,就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 他们那个俄军任命的伪政府,他的命令也没人听 他想收个什么物资也收不上来 然后想召集个会议也没人来开 所以呢,他们也是相当的尴尬,大家都看清楚了嘛 尤其从前不久,乌军的这个胜利,看到了希望 就是赫尔村解放,可能这个时间点也不会太远了 也不会等的太久了 也应该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在过去的24小时啊 乌克兰的远程炮火,可能就是那个海马斯啊 等等类似的那个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嘛 狠狠地炸了沙普罗热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叫梅里托波尔,炸了这个敌人的军火库嘛 天天的炸着人的凉库,这就对了嘛 别急,慢慢来炸就行了 关于战场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现在呢,我再说一说,就是关于我的这个号 就是在国内的西瓜 跟头条的这个视频的评论区 人们的一些留言,我对他们多少回复一下 我把每条留言都看,都点赞 当然,有些人人家设置了,不让我回复 我有时候想回复一下,也回复不了 在这儿呢,就统一找几个典型的这个评论 给朋友们稍微说一下吧 首先,就是有人评论啊,说是 这个评论也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评论了好多次,我也给人回复了好多次 其中,有一个观众啊,他就说是 俄罗斯一定会取得胜利 只要等到冬天,就一定能够胜利 他的理由呢,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冬天的时候,欧洲会更需要天然气 然后呢,为了求着俄罗斯给他们提天然气 就会减少对俄罗斯的制裁 然后呢,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样呢,俄罗斯就更加容易取胜了嘛 还有一个理由,说冬天啊,冰天雪地 更有利于俄罗斯的装甲洪流的发挥 就前面也没有河流,也没有沼泽 想开过去就开过去了 就是这两个理由吧,我觉得这俩理由 怎么说呢,如果说是别人去侵略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是个受害者的话 可能这两个都会存在的 都有可能的 因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嘛 但是呢,当俄罗斯去侵略别人的时候 在别人的土地上 想发挥这个,发挥那个,门都没有 这个欧盟啊,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 是铁了心了 单单从能源方面来说,欧盟也不是特别的吃亏 在一个月之前,欧盟就已经储备 足够就过这个冬天的90%的天然气 现在离冬天还有点远,欧盟不像加拿大,已经冷下来了,欧洲那个地方还比较暖和 人家欧盟就再利用这么未来的三四个月的时间 再储备那10%的这种气 就是即使到了冬天,人家还是可以从南线 通过阿塞拜疆啊,土耳其啊 西班牙呀,北非的呀,西亚的呀 还有就是,中东的呀,那些天然气 通过那天然气大船,也远远不断地会运来 你俄罗斯又没有海军力量,你又不可能去打人家这些地方去 所以,你的气掐了,欧盟根本就不怕 欧盟委员会的那个主席,冯德赖恩就是说嘛 你那肮脏的石油跟肮脏的天然气 以后,我们欧洲就不沾了 你不为你的罪恶去忏悔的话 你就不要再想赚咱们欧洲一个 怎么说呢,欧洲的那低欧风嘛 就说一欧元吧,就稍微说多点吧 就是你再赚不到我们的钱了 我们认为你那是脏的,我们怕脏了手 就是说,到了冬天 欧盟人家渠道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你再给,你说我给你白给,人家都可能不要 欧盟,你不要小看 欧洲啊,是非常非常坚强的 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 而且呢,现在人家的生活水平各个方面 都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有些人要说,有些国家,有些城市 也在举行抗议这个通货膨胀的 示威游行 即使没有通货膨胀,欧洲人 几乎每天都在示威游行 咱们加拿大人也一样的 老百姓总能找些理由 去给政府施加压力 因为这是人家的基本权利 人家不用,白不用 这就是真实的欧洲 另外就是再说一说,俄罗斯的所谓装甲混流吧 到了冬天,他的装甲混流更开不起来 他的那个发动机并不是特别的耐寒冷 再说他的士兵总不能背这个天然气管子往前走吧 在野外,他也会感到冷的 也许他们的坦克里面,装甲车里面 并没有加热系统等等等等的,都一样的 他还是免不了成为人家乌克兰人的靶子 再说呢,就是乌克兰人也不是第一次过冬天 乌克兰人呢,在野外打仗,也会感到冷 俄罗斯人呢,也会感到冷 而俄罗斯的这个冬天的衣服 装备啊,睡袋啊等等的,现在还没着落 而乌克兰人呢,现在欧洲已经给他们把这些装备已经做好了 很快就发放了各个联队 然后大家就换上,暖暖和和地去打仗了 所以啊,普贼的粉丝们,你们就把心放宽吧 越到后面,俄罗斯是越糟糕啊 就是他的日子会越难过,他放的血是越多 制裁的效应会越加明显 不幸就走着瞧吧 另外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俄罗斯的这些敌人,也会慢慢的腰杆越来越硬 也会有所动作的,这两天 阿塞拜疆就开始又打亚美尼亚了 而且又往前推进了 这就是很明显的打普贼的嘴巴子嘛 你有本事再派军队过来啊,打阿塞拜疆啊 你不敢吧 今天我又看到,就是格鲁吉亚又要举行全民公决 公决什么呢,就是跟俄罗斯开战 这个全民公决肯定是能够通过的 不然人家就不会公决了,通过了之后 人家就要向南澳赛蒂 跟阿布哈茨,两个所谓的共和国 也就是俄罗斯的卫星国 就要向他们开战 到那时候呢,把那两个师徒也收回来 再消灭上一些俄罗斯的军队 那俄罗斯,你就等着瞧吧 后面到底谁会笑到最后 你们谁笑到最后,我先不说 我自己先笑了吧 哈哈哈哈,俄罗斯等着死吧 哈哈哈哈 太高兴了,再见,拜拜 各位儿,谢谢大家 我们下划 现在我们下划 我们下划 我们下划 我们下划